开始注射前,务必准备好下列所有物品 一个盛放多剂Gono-F药粉的药瓶 预先装有抑菌性注射用水的注射器 多剂定制剂量Gono-F注射器 酒精棉片 无菌纱布 安全容器 用肥皂洗手,然后彻底晾干双手 选择干净平坦的支撑面进行操作 切下多剂Gono-F药瓶上的塑料盖 用酒精棉片擦拭药瓶顶部 小心旋转,拔掉预先装有抑菌性用水的注射器上的针帽 不要触碰针头或让针头接触到任何表面 将针头垂直放在多剂Gono-F药粉瓶橡胶塞中间露出的圆圈上 针头保持垂直姿势 插入正中圆圈 推动注射器注塞 慢慢向瓶内注入液菌水 不要摇晃药瓶 将所有液菌水注入瓶内 手指离开注塞 拔出针头 立刻将针头扔到安全容器中 不要用这根针头注射 检查Gono-F荣液是否澄清 若荣液中含有颗粒 请不要使用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请立刻报告医生、护士或药剂师 注射之前 待荣液调节至室温 用酒精棉片擦拭药瓶的橡胶塞 拆开包装 小心地从定制剂量注射器上 取下针帽 不要触碰针头 或让针头接触到任何表面 回拉注塞到 与所指示单位剂量相应的单位刻度处 抽吸空气到注射器中 将已配好的多剂Gono-F药液的药瓶 放在平坦的支撑面上 牢牢握住 再用针头刺穿橡胶塞中间露出的圆圈 轻轻推动注射器注塞 这样可以向瓶子注入空气 令瓶内液体更容易抽出 针头不离开药瓶 药瓶举起并倒置 使针头朝上 针尖浸在药液中 慢慢回拉注塞 直至注射器中的药液量 略微超过处方剂量刻度 然后 针头留在药瓶中 慢慢推动注塞 直至达到处方剂量 以便排出所有气泡 从药瓶中拔出注射器针头 盖上针帽 现在可以使用注射器进行注射了 按照医护人员指示 选择注射部位 常见的皮下注射部位 包括腹部 大腿上部 或手臂后部 本次示范 选择腹部作为注射部位 使用酒精棉片 清洁注射部位 带其自然吹干 每天选择不同注射部位 交替注射 用惯用手以握笔姿势 握住注射器 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起选中注射部位的一小块皮肤 将针头乘45度至90度角度 全部插入捏起的皮肤中 插入针头后 松开捏起的皮肤 慢慢稳定地推动注塞 直到注射完所有的药物 轻轻拔出针头 用无菌纱布按住注射部位 注射完毕后 请将用过的针头和注射器 扔到安全容器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